英国举行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历史性公投 托欧派获得胜利 英国决定退出欧盟 国际金融市场出现震荡 雅加达政府星期五说 七名印尼船员在菲律宾南部海域遭到绑架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VV卫视新闻 我是平章 英国刚刚举行了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历史性公投 最终脱欧派获得胜利 面对公投结果 英国各界反响如何 英国脱离欧盟又会对英国乃至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今晚将从多角度为您深入解读 欢迎锁定今天6月24日的VV卫视新闻 首先我们就来关注英国脱欧的消息 英国选民以微弱多数决定退出欧盟 这个结果在英国国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首相卡梅伦随即决定引咎辞职 而与此同时 欧盟在非常失望的同时也表示早有准备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英国星期四举行历史性的全民公投 赞同英国退出欧盟的选民 以52%的微弱优势胜出 这一投票结果是对英国精英阶层意见的否决 也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欧洲一体化过程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 公投结果公布之后 英国首相卡梅伦随即做出强烈反应 在表示十分失望的同时 他也表示尊重人民的选择 将营救辞职 英国人民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抉择 这就是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因此我认为英国需要新的领导来带领国家走那条道路 我会竭尽全力履行首相职责 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 保证英国这条船平稳行驶 但我不认为我适合继续担任船长 将我们的国家引领到一个不同的目的地 卡梅伦首相也向英国人民交代了 今后英国政府所要做的事情 在新首相的领导下 英国需要开始跟欧盟谈判 我认为新首相要决定什么时候启动 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 开始退出欧盟的正式法律程序 我将在下个星期参加欧盟理事会会议 解释英国人民所做出的抉择 以及我自己的决定 英国选民将这次确定国家前途的 全民公投视为理所当然 我投票主张英国留在欧盟 但归根结底 这是英国人民投票 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继续前行 以投票结果为依据 争取在世界上有一个好的表现 英国公投所针对是欧盟 欧盟的最高权力机构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坦诚对英国公投感到失望 但是也表示欧盟早有心理准备 毫无疑问 我们希望看到昨天的公投 是另一种结果 我充分认识到目前这一时刻 在政治上是多么的严重 甚至富有戏剧性 现在还无法预测 这一事件的所有政治后果 尤其是对英国后果如何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但肯定不需要做出 歇斯底里的反应 我希望各位放心 我们也对这种负面的结果 早有准备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 欧盟并不是一个 弱不经风的花架子 英国的公投受到了世界各大经济体 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 美国之音记者 齐之锋 华盛顿报道 英国离开欧盟的历史性决定 引发了国际市场的震荡 星期五 从东京到欧洲的股市行情 因此大跌 而亚洲国家领导人 正采取措施 控制由此而来的冲击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爱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 亚洲市场在英国脱离欧盟 成为现实之后猛跌 香港的恒生指数下跌4个百分点 在股市行情下跌近8个百分点之后 东京不得不停止交易 布隆伯格新闻社估计 东京股市价值因而 蒸发了近7000亿美元 货币市场也出现动荡 英镑会价出现有史以来 跌幅最大的下跌 创31年来的新低 韩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控制英国公投所造成的动荡 日元相对美元升值 外汇市场的稳定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但目前外汇市场极其紧张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在投资者寻找安全港之际 外汇市场有可能发生最剧烈的震荡 在股市下滑之际 星期五的黄金价格猛涨 我认为经济冲击是有限 所有人都在担心金融动荡 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否会被打断 对此我深表怀疑 然而市场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才能被说服 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北京报道 感谢彼此阅 那么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这在英国各界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呢 我们现在联系美国之音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静玲你好 平章你好 静玲公投结果出炉之后 英国各界反响如何 那么另外今天在公投的现场的气氛又如何呢 好的平章我们刚刚已经听到 看到了很多报道 只能说今天早上已经醒过来 这个许多的英国人还都觉得说 哇这真的是假戏真做弄假成真 现在可以说尤其在伦敦这边 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就是人心惶惶 因为就像是威尔斯这个脱欧派的领袖 那么他自己都说 我很高兴这个英国已经脱离欧盟 选择离欧盟 但是也觉得很意外 我想他这个大概就是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情 就是说现在大家觉得说 哇现在这个真的是英国要脱离欧盟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要面对这个一大串的未知数 以及不确定的前途 所以现在来讲说 虽然那个感觉上是 好像那种欢欣跟喜悦是短暂的 那么当大家冷静下来 想说接下来这五年十五年 甚至于更长久 英国会面对什么样的前景 这是一个很未知的 所以其实大家是很心慌 但是比较乐观派的人 或者是强烈支持这个脱欧派的人 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机会 那么在这个机会之下呢 大家其实不要那么忧虑 在这个时候 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就说要呼吁 就说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已经木已成舟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要恢复到一个 很冷静的头脑来 怎么样为这个英国在跟欧盟的商谈之间 借取这个登取最好的机会 那么现在当然最大的面对的趋势 就是说现象就是说 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先稳定 这个今天几乎已经要奔旁的各项金融危机 屏障 建林英国脱欧成真 这会引发怎样的连锁效应呢 刚才你也提到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 那么各方的分析是什么呢 好好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英国的 除了经济这一块 我们已经看到它的严重性 今天那么希望现在能够赶快 把这个大流血可以止住 稳定下来状况 因为它的整个震荡 其实不只是英国欧洲 是全球的 那么在政治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可以分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英国国内 我们看到这个卡梅伦他已经辞职了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英国会举行这个提前大选 那么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就是英国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国土分裂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 苏格兰的这个第一部长 他已经表示了 就说暗示不排除 因为这样的一个苏格兰是权力支持 留在欧洲那么现在几乎在这个投票中 被迫要脱离欧洲欧盟 所以苏格兰已经不排除 要再举行的第二次的独立公投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南北爱的问题 那么北爱的和平协定 1997年的协定会不会因为这一次 因为有边界的问题 那么将来未来北爱呢 属于英国它将不再是欧盟的国家 而南爱呢就是爱尔兰共和国 它是欧盟的议员呢 所以这当中这个北爱的和平协定 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也是很令人担心 所以这在英国国内的状况 至于在EU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EU少了一个 就是在这个欧盟少了一个成员国以后 那么接下来它的这个影响力 虽然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说 欧盟已经有准备 但是我们知道欧盟的势力 面对第一个会员国退出 一定会削弱 也会造成不稳定 尤其是骨牌效应 如果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其他的 像今天这个法国 已经说了 他们也要举行 脱欧共同欧极右派 那么荷兰也说了 所以这样子一个骨牌效应 是不是可以撑得下去 当然最重要的 我很快最后要说的是说 过去的半世纪以来 欧盟是这个欧洲和平的 和安全的支柱 它同时也是世界 民主和人权最大的这个输出区域 那么如果欧盟现在面对了 这么大的不稳定 那么欧盟如果真的崩盘了 对全球民主的未来是怎么样 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忧心的评仗 好的 谢谢金玲 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这将对英国经济 以及中英中欧的经贸关系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现在连线英国布罗奈尔大学经济 与金融系教授刘韶家 来听听他的分析 刘教授你好 你好 刘教授 英国这次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们 那么选民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当中是否也有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呢 我觉得这些选民的话 目前他们这个所谓选离脱盟的 主要的考虑 就是要把这个自主权夺回来 换句话说 也就是要把自己国家的这个 决定的这个权利要回来 那么我跟过很多这些所谓要投脱欧的家人 谈过话也聊过天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意见都非常一致 就是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 而不需要欧盟来赶管我们 那么对于经济的后果 基本上这些我们说所谓这些投脱欧的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考虑 而你可能注意到这个脱欧的一些 一些有趣的现象 真正要主张投资在那些比较穷的地方 比如我们说英国的中部 英国的西北部 英国的东部 这些都是比较穷 比较落后的地方 而且这些地方 他们送欧盟的贫困金的这个补贴和资质 也是拿的最多的 而这些人呢 养了他们那么多年 确定投了这个投的 这很有意思 而真正要投这个 我们说要保留在这个欧共同体里面的确实 主要是那些精英的或者中产阶级 要集中的地方 比如伦敦 在牛津 在建桥等 这些地方反而都是支持的 所以这次应该说是穷人战胜的中产阶级吧 那么刘教授 英国脱离欧盟会对英国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来讲呢 大家都比较担心 英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 那么我个人的理解是请犹天 第一点 即使在今天大家所观察到的这个英镑贬值 已经贬了据说10% 那么就让它贬吧 也可能是一次性调整 调整的贬了10% 其实对英国的经济呢 是有正面处境作用的 为什么呢 第一 那出口竞争率会整理 整体的出口价格会下降 那么会带动更多的出口 第二 对这些游客更有吸引力 因为英国的这些消费变便宜了 同时这个对它的出产 这个投资也会有吸引力 为什么英国的资产相对又变便宜了 当然了 你会说这个也有通过膨胀的影响 但是即使只有通过膨胀一下也是一次性的 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说这个世界只有产能过剩 比如中国很多产能过剩 即使哪个人他说我要求你这个挡价 因为你这个贬值了 我觉得事实上不缺些的这个生产供应商 很快就会有新的供应商填补进来 而且不用加价的这种方法填补进来 所以我对通过膨胀的这种影响呢 它是有影响 但是却可以忽略不计 刘教授今天的这个公投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英镑汇率降至了30年来的最低点 我们还看到亚洲的股市也应声下跌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么更长远来看 英国脱欧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其实来讲来对这个金融市场的震荡 我觉得非常好理解 因为很多人在金融市场里面就是靠体材来 来什么呢 来这个争取这个利润的 因为这个体材它能去买这个short 我们叫去买这个 比如买股票跌 英镑跌 那么没这个体材它就没有办法去买跌 那么它买跌以后它就会挣钱 所以这是正常的 有这么一个大事情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大事情发生 那么这些专门在股市上做投资的 这些投资专家们 他们肯定要制造一些动荡 通过动荡来获取收益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一种 典型的所谓的这种投资反应 但是如果这个一旦这个消息宣布固定 慢慢慢慢它就会挣到正常 那么该赚钱也该赚了 那么这个震荡也挣到了 那么一切都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那么我们说这些股市是很正常 所以不用大惊小怪 那么你说长远影响的话 我觉得的话可能长远影响的话 我个人比较乐观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的这个经济的总体的竞争力会提高 特别是它的金融力会提高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次欧盟被人家抛弃了 因为这个本身有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原因的关于欧盟本身 刚刚我听到你们前面的评论 说这个民主受到影响 其实欧盟它并不是一个民主产生的东西 大家对它没有选举权 而且它是个非常官僚的机构 它并不对全欧洲的 所有的欧洲的这个选民负责 它对这欧盟的这个机构负责 所以它做的事项 有时候是很莫名其妙的 而且欧盟等下没事干 就在想着怎么给市场 这个引入新的这个法规 引入这个规则 使市场充满了这个超多的这种规则 然后很有自由度 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 如果英国脱欧的话 它的伦敦的金融市场会更加开放 更加自由 更加的有竞争力吸引了这个资金 来英国的这个金融市场 所以从长远来讲 是一件对竞争力提高有帮助的事情 另外刘教授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英国 以及这个欧盟都有很密切的经贸往来 那么英国脱欧 会对中英和中欧的经贸关系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你知道这个欧盟现在仍然对中国 这个实施高尖章武器金银 或者高科技金银 仍然这个还在这个保留 所以这个我们说 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 其实英国它自己是有高科技技术 它一直想出口 但是欧盟不让它出口 那么它有这条欧盟 它必须要按欧盟的这个规定 因为欧盟是28个国家 28个国家里面可能就有两三个国家 增长高尖端的东西 那么有其他国家 出于各种原因 就是不出货给中国 那么现在中国脱欧了 它就不受这个朝野规约了 那它要出口什么东西 它自己决定 比如它觉得它这些高尖端武器 它可以出口给中国 或者高尖端的科技技术 可以出口的东西 它就出口 那么它一直是想出口 它知道这东西的话 你越近将来就越为价值 因为中国它自己 发明创造了以后 就不需要你的了 所以趁现在还能卖几个钱 赶快卖 但是这只有自己 增长高尖端的国家 它才会有这种 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 那么它由于收到欧盟制约 它不能出口 所以它现在可以出口 所以我们说 中国和英国的贸易关系 我觉得会提升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它可以出口 更加东西给中国 同时中国也可以 更加给英国 制定更多的 自由的协定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刘少嘉教授 在英国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那么英国选民 用选票决定脱离欧盟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将对东亚和美国 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美国之音记者 爱德采访了经济学家 谢国中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当然会重挫 东亚地区 东亚是一个生产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体 如果全球化的趋势逆转 这个区域就会遭受损失 如果东亚地区受损 商品问题会特别凸显出来 对俄罗斯 拉美等国家造成严重打击 长期影响非常巨大 如果欧洲不采取步骤 全世界都会遭到重创 美国的情况显然比较好 因为它不像东亚一样 依赖出口 但是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量 依然庞大 达到GDP的10% 这不是对美国造成影响的 总体来说 美国受到欧洲震荡影响的幅度 可能小于其他地区 另外香港致意东方证券 执行总裁令长彦 针对英国脱欧 对伦敦和香港的影响 也提出了分析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绝对会伤害欧盟 当然也会伤害英国 如果英国不是欧盟的一份子 那么大多数金融公司 就会将他们的欧洲总部 撤离伦敦 就香港来说 这是一个中国概念的市场 除了少数几家公司之外 大部分的公司 并没有许多在英国的投资 所以理论上来说 他们不会像中国内地的银行 保险公司 各种工业公司那样受到冲击 等横腾指数下挫1000点 就是投资人买进的时机了 经济学家谢国中指出 目前最大的挑战 是全球如何采取一致的步伐 进行经济改革 我认为政府需要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是出于经济结构的原因 而不是缺少振兴政策 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 都无法奏效 所以必须要改革 问题是现在全世界紧密连接 一个国家的改革恐怕不足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全球同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困难的原因 所以大家都依赖财政刺激方案 我们目前所处的泡沫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有关英国脱欧的影响 我们就带您关注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没有认识 如果他做的事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英国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集合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VoA 卫视新闻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今天闭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也将结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 接下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明天将开始访问中国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记者白华 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最新进展 白华你好 厅长你好 白华 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焦点议题 是吸收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 加入上河组织 那么上河组织的扩充 未来将产生哪些影响呢 另外我们知道 习近平昨天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那么两个人在会晤时 都讨论了哪些议题呢 对我想说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今天已经闭幕了 刚闭幕了 而且通过塔什干的联合宣言 那么对英国退出欧盟 最新的消息 上海合作组织暂时还没有反应 但是一些俄罗斯学者 他们认为 如果英国退出欧盟 会对欧盟未来带来很大的挑战 那么相对来讲 也对上海合作组织会有一个 带来一个机会 那么就是说以中国和俄罗斯所主导的组织 可以挑战西方 主导国际秩序 至于说印度和巴基斯坦 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的确是这次峰会的一个焦点议题 那么这两个国家加入上海组织 这个程序 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 在明年在哈斯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举行的下一届上海组织的峰会上 这两个国家会成为上海组织的正式成员 当然随着印巴两国的加入 上海组织未来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比方说现在很多批评人士认为 上海组织是一个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 或者是由独裁和专制国家所组成的 那么印度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说随着印度的加入 上海组织的形象会得到改善 另外因为现在上海组织是由中国同俄罗斯这个主导 那么上海组织的反西方和反美的倾向非常严重 如果说随着印度的加入的话 那么印度在这方面会非常非常的克制 那么就是说反西方和反美这个方面的动作会缓和一些 当然随着印度的加入 印度同中国的复杂关系 印巴的矛盾也会带入到上海组织内部 这可以从昨天习近平同莫迪会晤当中体现出来 那么习近平同莫迪的会晤当中 除了一些客道化之外 莫迪主要想同习近平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 那么昨天在这个韩国首都首尔召开的这个和供应国这个俱乐部的一个大会 那么呢中国是在是几十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反对印度加入和供应国俱乐部的 俱乐部的国家 中国为什么反对呢 是因为中国怕印度加入之后呢 这个封杀巴基斯坦这个加入这个和供应国俱乐部 所以说呢 莫迪在同习近平的会晤当中呢 一直想这个说服中国呢 那么给印度开这个绿灯 所以说可以看到 就是说中国同这个印度的这个复杂关系 平常 另外白话 这是习近平2013年以来再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那么乌兹别克斯坦为何在中国的中亚外交当中如此重要 另外这次访问当中都有哪些趣闻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对乌兹别克斯坦是其实是在地理上 是在这个中亚这个新藏地的 而且乌兹别克斯坦 它除了从这个阿富汗相接壤之外呢 它几乎从这个中亚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接壤 另外呢 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人口数量呢 相当于这个整个中亚地区人口数量的一半 所以说呢 从新疆这个稳定这个角度来考虑呢 中国认为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 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呢 阿富汗呢 其实由这个三个主要这个民族所组成 那么其中的一个民族呢 就是这个乌兹别克族 所以说呢 乌兹别克斯坦对这个阿富汗 特别是阿富汗北部地区 这个局势影响非常非常大 那么就是说 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稳定呢 涉及到这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 那么接下来呢 就涉及到这个新疆的局势 所以说呢 这是对中国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几乎处在中亚地区的这个实质路口上 所以说这个从那个土库曼斯坦到中国新疆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呢 全部都是通过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从这个能源供应那个角度呢 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有趣的趣的趣文就是说 这次习近平去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呢 她的这个亲自的这个亲自的接待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上呢发表了很多这个照片 包括两国的第一夫人呢 在一起这个互动交流 一起共同参观在这个塔什干的这个孔子学院 有很多照片在中国国内 但是呢在乌兹别克斯坦呢 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夫人呢 她们这个非常非常神秘 几乎这个非常难见到这个第一夫人的这个照片 和她公开活动的这些情况 但是呢一些这个关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分析人士 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乌兹别克第一夫人呢 在乌兹别克政坛上呢有这个巨大的影响 那么几乎这个总统喀利莫夫一些大事呢 都必须同他这个商量 那么这个第一夫人有时甚至这个决定 就是说在这个特色名单上赦免谁 甚至这个处决谁 所以说这可以说这次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当中 一个有趣的这个新闻 另外白话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明天要开始访问中国 那么俄罗斯普京访问华期间呢 习近平是否会请求他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提供支持 那么两个人将讨论哪些焦点议题呢 对从现在双方的公开报道来看呢 现在这个还没有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呢 提到这个主要的这个意识日程 在普京这次访华当中 那么呢在几天前呢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利索夫呢 他有一个对媒体的这个采访 他当中呢提到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南中国海问题 金利索夫当然是他批评就是说这个地区之外的这个势力呢 不应该介入南中国海 当然他没点名批评是美国 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呢 说俄罗斯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呢 不会支持中国 不会这个导向中国 因为呢在南中国海这个争执当中呢 说参与的争执这个国家呢 都是俄罗斯的友邦 所以说呢俄罗斯主张呢 通过这个和平谈判的这个手段呢 来解决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 当然俄罗斯通常他说的一套 有时做的是另外一套 具体俄罗斯如何这个行动呢 还得看他俄罗斯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 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带去的这个代表团阵容啊 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比方说代表团阵成员包括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 伊万诺夫通常是被人为是俄罗斯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这个鹰派人物 也是普京的这个主要亲信 另外还包括五名这个政府的副总理 一大批的政府的部长 还有一些企业的这个主管 这次普京去中国的一个交点议席呢 一个是能源 另外一个呢就是协调双方呢 在这个国际场合如何进一步互动 特别是在这个联合国 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 在这个金融国家集团 这个范围内呢 如何这个共同互动 所以说呢 这个今天这个最新消息 就是说英国脱离这个欧盟 对欧盟未来这个统一呢 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说呢 这可以说也给这个中国之间呢 进一步互动挑战西方这个秩序呢 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想可能也是这个普京 同习近平所讨论的一个话题 行政 好的 谢谢白话在莫斯科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节会议呢 目前正在日内瓦召开 中国人权律师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于6月23日 透过人权团体向大会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仍在狱中 进行绝食抗议的郭飞雄的处境 我们现在就连线张青女士 来谈谈她的想法 张女士你好 你好 那么您这次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32节会议发表的这份声明 主要表达了哪些诉求呢 这个主要是表达了这个 希望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他们能够公开的大声的呼吁 这个郭飞雄的案子 然后当然也有这个中国的 这个所有的人权的 现在的倒退的这种状态 然后呢就是呼吁 这个希望他们能呼吁 让中国政府让郭飞雄能够 这个释放郭飞雄能够 以便于得到这个外部的 独立的这个医疗 避免他成为这个 因为在军运之中缺少医疗 成为第二个调寻力 这就是我们自己呼吁 张静女士我们知道 您此前也曾经有致信 给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那么那些信是否有收到回音呢 目前为止 对我们有收到 他有从email跟我们有回信 他就是说他们是在 做一些努力 他会他这样说了 对 那么如今一些人权团体 活动人士在质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越来越多的受到 中国政府的影响 那么在推动 中国的人权事业上 一些问题上行动力不足 那么您是否也有 这方面的担忧呢 是的确是有这样的担忧 我跟这个联合国 这个人权高级专人 写了两重信 当然他是有说 他们在做努力 但是呢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人权的会议 就是在6月13号 召开会议上 这个高级专员是有发言的 因为我是非常留心这个 看到他的这个发言里面 是呼吁这个 中国政府能够释放 所有的政治犯 当然我们很欢迎 他有这样的发言 但是呢 他就郭飞雄的案子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直接提到 郭飞雄的案子 对 我认为这个可能跟他们 受到一定的压力也有关系 那么张千女士 郭飞雄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您有所了解吗 对 他现在身体状况就是 因为在监狱里面 这个遭受侮辱 然后遭受持续性的侮辱以后呢 他现在在开始 他已经决食46天 他的身体状况是很糟糕 但是呢 他的姐姐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要求会见 在那里等了三天的时间 都没有给他直接见到他的本人 所以呢 这个对他的这种身体的具体的状况 我们还不了解 不是说了解的特别的细致 只是说他体重 估计是降到了一百年几斤的样子 但是呢 这个 说这个的时候 还是更早一点的时候 所以呢 现在的状况 我们还不晓得 当时的时候 我们监狱方不给 不给他的姐姐见他 我相信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的状况比较差 他不想让他的姐姐看到了以后 然后把这些 他的身体的这种 比较热烈的状况 告诉给公众 所以我们对他的 这个身体的状况 是非常的担忧 很希望这个国际社会 这个媒体能够 多多的报道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案子 而且很有代表性 并且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 紧急的一种状态 这种 我们是非常的希望 他能够得到独立的医疗 因为在监狱里面 他得不到独立的医疗 而且被当局 利用这种医疗的机会 来这个进一步的加害他 进一步的伤害他 和侮辱他 好的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郭飞雄在狱中的情况 谢谢张青女士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 发动50年的国际研讨会 今天在洛杉矶开幕 我们现在连线在那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方斌你好 你好 方斌从5月中旬以来 我们已经报道过许多反思文革的活动了 那么这个研讨会与其他活动有什么不同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好的 首先呢 这个它是一个学术研讨会 所以它强调呢 是对文革作为一个这个学术来进行研究 所以与会的呢 都是来自这个 许多都是来自那个学校的那个教授啊 或者是博士生啊 等等的一些学者 那他们来呢 就是必须得提交一篇论文 所以呢 就到这个会上的来发表他们的论文 总共呢 这个会上的就收到了这个 将近50篇的论文 那么这个学术性是非常强的 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这次研讨会呢 体现了一个民间研究文革的 城上旗下的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有一批的 这个80后的文革研究者呢 在这个研讨会当中呢 这个涌现出来 那么第一天第一场呢 就安排了五位80后的学者呢 来发表他们的论文 其中有两位呢 是来自中国大陆 那个福战大学历史系的 还有一位呢 是美国的 还有一位是澳门的 那么这一次呢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次的这个研讨会呢 也是海内外研究文革的 这个华裔学者的一次大集结 可以这么说 那么研究会的组织者呢 孙永逸 昨天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 他告诉美国之一呢 他说大约有50多位呢 来自中国大陆 日本 德国 香港 澳门的学者呢 来参加这次会议 那么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大家这位华裔学者觉得 就是说既然中国政府 他不允许国内的中国人研究 国内的中国学者在那研究 那我们海外的华裔学者 我们身处于一个学术自由的世界 那我们就知物旁贷 我们应当扛起这个职人 在海外呢 开这样一个会议 一方面是要推动这个学科研究 另一方面 当然也是要保存 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要揭示这个历史真相 方斌 据说原定邀请的一些大陆学者 未能成行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经验文革 40周年的这个研讨会 那么当时呢 所有受邀请大陆学者呢 几乎是全军覆没 全部都被当局拦阻 那么这一次组织者呢 就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 就非常的小心呢 来保密 不看到他们人抵达美国呢 不对外宣布究竟邀请了谁 但是呢 就我知道现在仍然至少有三位学者呢 对当局阻拦不能成行 而他们不能成行的主要的原因是 当局从他们的电子邮件里面 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其中呢 就包括了上海大学历史系的 朱学勤教授 那苏永逸介绍说呢 十年前纪念文革40周年的时候 朱学勤教授呢 就被阻拦 而50周年的时候呢 他还是来不了 苏永逸呢 是这样说的 从系里一直谈话 谈到校长 那个很简单的一个事 就说我们现在就是有关部门 通知我们 就是不允许你到海外去穿加文革研究的讨论 而且呢 这个话还给你了 说你就是坚持想去 你也是出不了这个飞机场的 这个情况呢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呢 已经来到这个洛杉矶向这个会议报道的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呢 有八个人 但是他们大部分呢 都是通过其他的途径 并不是以这个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名义 来到美国 或者呢 就是早先就已经在美国了 平常 另外方斌能否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研讨会的阵容和议程呢 好的 研讨会呢 总共举行两天半 那么其中呢 这个有这个关于这个文革的新理论 新发现 新探索的这个这个这个主题 还有呢 就是对毛 怎么发动文革 文革当中的造反派的暴力行为 和那个军队的这个源头 还有呢 对这个文革研究的再研究 反思的再反思 会上呢 总共会发表38篇论文 那么还有八篇论文呢 这个他们不能来 其中也包括了像被捕的朱学琴 所以他们呢 就进行书面发言 那么全部的这个内容呢 明镜出版社呢 年底前将出版上下两册 一百万字的文集 评论 好的 谢谢方斌 在洛杉矶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做的连线 那是我的工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VOA卫视新闻 中国营救人员周五开始在江苏省延城市搜救龙卷风和强冰雹袭击后生还的幸存者 据最新统计 这次龙卷风灾害是中国近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极端天气 造成近98人死亡 近800人受伤 当地的建筑树木和车辆也大规模受损 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已经赶往灾区 同时运来的还有帐篷和其他的紧急供应品 当地的学校被用作临时庇护所 美国国会星期四就活体器官摘取举行联合听证会 听证会两名主席都呼吁中国停止摘取良心犯的器官 在此之前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案 敦促中国停止这一做法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国会记者张佩芝和长晓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 非洲和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议员史密斯 和外交事务委员会 新型威胁小组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 星期四就器官走私和活体器官摘取 举行联合听证会 并把重点放在中国当局摘取良心犯和死刑犯器官问题上 出席听证会的证人 包括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 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弗兰西斯·德尔摩尼科 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祥春 麦塔斯·葛特曼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在听证会前一天才发布了一份长达800多页 关于中国当局强摘良心犯身体器官的调查报告 麦塔斯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表示 他们过去已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为了摘取器官 大规模屠杀无辜 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 还包括维吾尔人 西藏人和部分家庭教会基督徒 他们在公布的最新报告中表示 他们发现中国实际器官移植数量 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所说的一年一万例 麦塔斯说这样的差距让他们得出结论 那就是中国当局为了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而屠杀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比之前预计的要高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才通过343号决议案 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 并停止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 该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 关于贯彻禁止向涉及强制移植器官 和人体组织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人员 发放美国签证的情况 听证会主席罗拉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说明这个决议案的目的 我希望我们能向每个人重申 必须小心看待任何一种形式的器官移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 这不但是不道德的赚钱方式 还是压制人民的方式 听证会另外一名主席 共和党议员史密斯 则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必须立刻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 器官走私是很野蛮的 很像纳粹政权的做法 目前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在发生 尤其是在中国 中国军方人员通过处死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 摘取他们的器官 赚取巨额资金 这必须停止 我们必须暴露这样的现象 史密斯议员表示 中国没有透明度可言 所以必须让这些良心犯的处境公诸于世 我不能想象你原本在监狱里 但明早八点 你的胰脏或肝脏就会被摘走 然后你就被处决 这是纳粹以前的做法 而中国共产党目前正这么做 针对美国国会343号决言 中国表示美国国会的说法是无端指责 活体器官摘除的指控是捏造 中国官员并表示法轮功反对中国 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 美国真英国会记者张佩芝长晓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24日 启程出访巴拿马 途中首先抵达美国城市迈阿密 做短暂停留 而此同时 台海两岸的政府目前依然处于零互动的状态 就此 美国真英VOA卫视在6月22日 独家专访了即将接待蔡英文总统过境的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大使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于目前的两岸局势的看法 这段时期就北京和台北密切观察对方的行动和言论而言 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时期 我想我不会预测蔡英文明天或者一个月后具体会说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但是我认为 北京和台北保持开放的心态 保持沟通是很重要的 在马英九上台后 我们美国很真实的一点 就是两岸恢复了定期的沟通 如果两岸在对话 如果他们有交流 这就意味着误传误会误判都可以避免 而缺乏沟通是令我们在持水扁时期 有时会感到紧张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失去沟通很重要 我希望北京也理解这一点 愿意继续沟通 因为没有持续的沟通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什么事情也都无法继续 严加大政府星期五说 七名印尼船员在菲律宾南部海域遭到绑架 最近在印尼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域 发生了一系列的绑架事件 印尼官员说 一艘托船星期一在苏陆海行驶途中 七名船员被一伙武装分子绑架 印尼政府将尽力争取人质或是 雅加大还不能证实绑架者是否索要赎金 也不清楚绑架者是不是菲律宾南部激进组织 阿布沙耶夫的成员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出现僵局 对奥巴马总统争取推迟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来说 这是一个挫折 一个关于全面改革移民法的议案 在国会无法获得通过 奥巴马试图用行政命令 制定一个新的移民政策 但是下级法院对此予以否决 星期四 最高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表决 结果是4比4 奥巴马的方案还是无法进一步的推动 奥巴马表示 虽然这一裁决会给生活在美国的 守法移民蒙上阴影 但他们暂时不用担心 会被驱逐出境 民主党议员约翰路易斯和其他民主党众议员们 结束了为通过枪支控制议案 而在众议院议事厅举行的将近26个小时的静坐 当这些议员星期四下午走出国会山的时候 受到了100多支持枪支控制权的人们的欢呼 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议员们没有回应民主党议员的要求 星期四上午 众议院表决通过休会到7月5日 随后议事厅的摄像机和麦克风都被关掉 民主党议员通过个人手机 把抗议活动录像送到了社交网站上 非盈利电视台C-SPAN也播放了有关的视频 福利里达枪击案重新点燃了美国关于枪支管理的辩论 尽管国会没有给政府卫生机构 拨出资金用于研究枪支暴力问题 但是私营机构却帮助议员们了解问题 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奥兰多越来越多的人点燃蜡烛 对死难者表示哀悼 而在华盛顿还需要更多的人投票支持枪支管控立法 国会参议员投票驳回了总共四项提案 这些提案旨在阻止可疑的极端分子获得枪支 以及对构枪者实行强制性的背景调查 而因为共和党议员的反对 众议院休会前没有表决 假如每天都摔飞机 人们肯定会有所行动 但出于政治原因 人们对枪支却拿不出同样的行动 在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支暴力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记录这些数字 但仅此为止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乡农弗拉塔罗利通过skype说 疾病控制中心对预防伤害有研究资金 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用于枪支暴力预防的研究 专家们说国会没有把枪支暴力 作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来对待 尽管大规模枪支事件引起公众广泛注意 但是这些重大事件的死难者 只是死于枪支暴力人数的平山一角 绝大部分枪支暴力都是我们认识的人犯下的 每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 武器的销售会猛增 昨天来我们店里买枪的人数很多 他们买枪的首要原因是保护自己 我们知道在家里有武器 唾手可得是一件大事 会给你带来更多风险 事实证明最有可能用你的枪支伤害你的人 要么是你自己 要么是认识你的人 有人持枪宠如你家的几率 远比所想象的要低得多 专家们说在关于枪支暴力和拥有枪支的关系 以及如何使枪支更加安全的问题上 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件事是 谁最有可能用枪杀人 关于谁会犯枪支暴力罪 最佳的预测指标之一 是哪些人有暴力犯罪历史 弗拉塔罗里说 这包括虐待自己配偶的人 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 华盛顿报道 叙利亚出生的穆罕默德凯鲁拉赫 自称是一名碰巧是穆斯林的美国镇长 他在新泽西州的公园镇 已经做了三届镇长 他认为自己的经验告诉人们 不应该凭借族裔和宗教来决定 谁来担任镇长 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叙利亚出生的穆罕默德凯鲁拉赫 1991年在新泽西的这座小镇定居 当时他只有16岁 根本没有想到日后他会成为这里的镇长 不过有一天他看到了某件事 暗示了他的未来 我记得走进本地的高中 看到有个政治标语牌 上面有个阿拉伯名字 我当时简直惊呆了 2001年在成为美国公民一年后 他竞选公职 他说他的穆斯林信仰对选民来说 从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虽然我们不同 但我们并不从宗教或族裔角度出发彼此攻击 我们的族裔属于我们自己 属于我们家人 属于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人 我们的宗教归于敬拜场所之内 这是宗教的贵属 他说 对他来说 宗教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 在管理镇子的时候 我不把我的宗教强加于人 但我的宗教强加给我的 是我行动时的道德价值观 跟美国其他地方一样 普罗斯派克公园也处在选举季节 正义会的六个席位有两个在该选区 除了走街拜票 凯鲁拉赫还花时间给居民打电话 或者通过社交媒体与社区互动 凯鲁拉赫之前做过教师 那些知道他的人描述说 他是一位顾家的人 他很镇定 我必须要说 看到他就想到我爸 总是带着尊敬跟我们讲话 凯鲁拉赫对他三个孩子的目标是 他们将来能够为这个世界 带来积极的改变 他寄予那些担任 或有知担任领袖的人说 人性比族裔或宗教信仰更为重要 美国之音 拉蒙泰勒 新泽西州普罗斯派克公园报道 休斯顿最近举行了动漫展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 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在他们的妆容之下 角色扮演者们都是普通人 他们只是有时候变得不同寻常 你穿上那些衣服 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 那一天你有机会成为别人 有时候角色扮演者们购买服装和面具 但是他们大多数人自己制作装备 还经常在动漫展这类活动中参加比赛 例如Comic Pelosa 这是一个展示包括动漫书 科幻小说 奇幻书籍 还有游戏 等不同类别的大会 他们真的得以展示不同类型的记忆 那里面包含了他们很多的自豪感 还有一些人的专业才感 我们属于一群皮革技师团队 我们在一名皮革师傅领导下工作 你在这看到的所有东西 我们都参与制作 尽管很多角色扮演者 看起来似乎都是外向性格 很享受在公开场合进行展示 还是有不少人是内向的 面具或是将脸盖上的妆容 让他们更安心 奇姆是其中一个自称内向性格的人 他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 来到动漫展 这帮助我社交 真的帮助我很多 奇姆说他经常向他遇到的 可能正忍受害羞之苦的年轻人 推荐这个活动 因为他们可能和我一样内向 所以我在帮助他们走出来 与人交谈 社交 角色扮演帮助这名主角找到了美人 不过对大多数玩家来说 只要穿上戏服就很刺激了 走出你的生活成为一个新人 真的很令人兴奋 现在全世界都有角色扮演活动 每年在日本的世界角色扮演峰会上 都会举行一场国际大赛 美国之音弗莱库斯 休斯敦报道 接下来又到了OMG梅雨时间 今天白杰要跟我们聊一件尴尬事 那就是跟朋友出去 梅带钱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梅雨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两床 跟朋友出去没带钱 CL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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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手搬脚的人 SPOT ME SPOT ME SPOT ME 帮我电商 Oh my gosh I totally forgot my wallet at home Could you spot me for dinner this time? 啊我的天 我真是笨手笨脚的 我把钱包放在家了 这顿饭钱你能不能帮我电商 sure No problem I've been there You can pay me back some other time 当然没问题 我也干过那样的事 你有机会回我吧 Don't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没关系 Thank you so much I'm so embarrassed I never forget my wallet 太谢谢了 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从来没忘过 带钱包 Don't mention it It's no big deal 没关系 没有什么 Pick up the check Pick up the check Pick up the check 付钱 When can I pay you back? 我什么时候回你钱呢? How about this You can just pick up the check The next time you and I grab dinner 要不这样吧 下次咱们吃看的时候 你付钱 Ok, sounds good 好主意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been the klutz To forget your wallet at home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ith your friends? Who was the friend who spotted you? Tell them thank you on Weibo Write a comment and tell me Ok, bye! Bye 我是宁心 您正在收看VUA卫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VUA卫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 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UA新闻at gmail.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宁心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 我是平章 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祝您晚安 再见 五五五文字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在社交相对 字幕志愿者在社交相对 都华盛顿 中文字幕志愿者在社交相对 这个差异 中文字幕志愿者在社交相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t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